好我們今天在聊國際呢 要帶大家來聊的是海龜派 而且呢是中國大陸的海龜派 我們就來看到 其實現在中國大陸很多的富二代 過去他們出去留學的時候 可能會選在歐美國家發展 但現在呢整個國際歧視 都是一個比較緊張的態勢 讓他們乾脆回到中國大陸自己的故鄉 來進行事業上的一個過劃跟發展 我們現在來看到在2022年 回到大陸求職的留學生 其實是明顯增加的 增加的是8.6% 主要還是大家知道 中美關係其實並不是太好 再加上保護主義 以及美中僵局的狀況之下 讓大家做出這個決定 尤其很多的中國富二代 照理來說他們是有非常有本錢 是留在國外來進行發展的 但是他們還是選擇回到中國大陸 為什麼 因為他說雖然就知道 中國大陸很有可能會突然 整頓這個富裕的階層 但是呢 中國大陸的市場還是有他優勢 像他們的人脈比較多 機會更多 甚至還有家庭當做後退 經濟資源也都是明顯偏多 而且他們也說 他們可以用中國當做一個起點 開始向位發展亞洲市場 這是為什麼他們選擇 回到中國大陸發展的原因 還有呢 中國的年輕世代 整體來說也對西方的負面觀感 比以前更深 過去我們這個世代叫做Z世代 大家面臨到是個全球化的一個情況 所以大家對西方都是抱有 相對來說比較有多的憧憬 還有比較多的發展嚮望 沒有想到其實現在中國大陸的年輕 也因為種種的因素之下 其實多了一點敵意 而且在2023年呢 中國留學生以這個國外的 這個大專院校的統計來說 就下降了29% 所以光這個數據大家可以想像 中國年輕世代 對西方的負面觀感是比較深的 而且呢 專家就說了 哈佛政治學問教授穆浩然就表示了 這個現在跨文化的交流減少 對國家安全是極大風險 因為你不認識我 我不認識你 基本上呢 就有可能造成更多的誤解 這是他的利潤基礎 不過如果說到中國 國道的產業的話 現在他們在推動的是 郵輪國造產業 白色船身 24層樓高 全長323.6公尺 總噸位13.55萬噸 這艘是中國大陸第一艘 國產大型郵輪 愛達摩都號 已經正式交付 歷經了7月份跟9月份 兩次試航 那麼通過兩次試航 完成了全船所有的 系統實驗和功能性實驗 包括檢驗了全船的舒適度 中國大陸官媒開箱這艘大型郵輪 有2125間豪華客房套房 滿載量可達5246人 除了22間餐廳酒吧 還是有劇院健身房等設施 號稱是一座海上城市 郵輪可以說是我們傳播工業最後一塊貧圖 直觀地反映了我國造成行業的變化 中國大陸成為第五個可建造大型郵輪的國家 郵輪內部裝潢不同於一般建築 有著嚴格的國際標準 根據官媒報導一共24家總包商 只有8家是本土包商 多數跟外國包商合作 藉此帶動產業鏈升級 甚至可以外溢到飯店業跟娛樂業 郵輪的產業鏈比較長 帶動作用大 除了上游的供應鏈端之外呢 產業鏈從我們的製造端 再往下游延伸到這個運營端 不斷帶動包括船供 船管港口碼頭等基礎設施建設 以及航運服務也提高 但是根據上海國際郵輪經濟研究中心公布的數據 中國大陸郵輪市場放緩 從2006年到2016年是萌芽期與成長期 年增幅多在雙位數 但是2017年期年增幅剩下8% 換言之郵輪經濟的商業利益不太樂觀 要賺錢並不容易 TVB的新郵李光哲 陳永文綜合報導 今天是Blue Monday嘛 對很多上班族來說 其實都會覺得心情有點鬱族 尤其是Z世代 現在常常出現了所謂的畢業猶豫 尤其我們要來看到 有一個美國的女性 她就在TikTok上面上傳一個影片 她就說 我每天早就軟午下班通勤回家 然後只能起早吃飯睡覺 一天就結束了覺得好沮喪 我相信大家一定感同身受 結果這影片上傳 馬上就爆紅 而且病毒是傳播一個傳一個 其實現在在Z世代常常出現這樣的情況 主要還是這個教養方式 還有全球的政治精細的局勢改變 讓很多人認為說 工作跟生活的平衡才是非常重要的 但其實過去就很多人沒有這種想法 其實是有的 只是因為現在的人 尤其是Z世代 Z世代的年輕人是比較容易說出來 那我們再來看到 其實現在有很多人不敢說的 就是老闆我要請假 為什麼呢 其實有67%的上班族 因為請假遭到主管的質疑或刁難 為什麼人手不足 加重同事的工作量 還有主管是不喜歡 所以導致有8乘4的上班族 是不敢請長假 只有15.7%的上班族 只敢請過這個兩週以上的長假 所以你要到歐洲去玩 你要去美國玩 這個時間就變得非常壓縮了 甚至有5成的上班族 認為說臨時請假是非常難的 是非常擔心會被貼黑標籤 不過現在就算鐵飯碗也比較好嗎 現在時代好像不太一樣了 地方政府和人員流失去 還有一部分是因為主改的關係 讓中央單位的缺額變多了 那很多在地方政府任職的公務員 他會選擇往中央單位去走 譚書則在地方政府的工作 林小姐深深有感 擔任約病人員多年 本來一開始有想考公務員 但幾年經驗下來 對公務人員工作有了不同體悟 鐵飯碗令人稱憲 但也承受不少壓力 第一線公務員工作繁复 甚至還得承受民眾反應情緒 各地方政府各處是工作也不盡相同 也讓公務員有了更多選擇考量 以新北市為例 根據資料顯示 新北市公務員近五年辭職人數達682人 以公務局100人最多 第二名衛生局有97人 第三名地震局也有62人 新北市公務局長 落在百分之一左右 另外點出在二零二二年 營建業興盛 有專業證照的同仁多了選擇 辭職率比較高 因為百分之四 人事處長林正一表示 辭職指的是離開公務界 分析原因除了工程人員 專業證照吃香 業界有優勢 衛生局人員可能會因疫情關係 工作加重 新北特有 很多包含中央的部會 地方政府都是 細部資料來看 若以加班時數分析 一百一十年度資料 每人每月平均加班時數 第一名是交通局 平均每人加班十九點八二小時 第二名是觀光局 平均十七點六九小時 第三名主機處 平均十七點四三小時 加班時數各處是因為業務不同 也有所落差 現在包含社會 人民 議會 立法院的監督也都蠻 蠻大的 所以在公務部門的壓力 其實不下於私人機關 不過私人機關在環境在壓力 或許在新制方面是一個 公務部門一個誘因 所以他們會選擇離開 有很多 那有些要返鄉 也許要比較低的考試 想要更高的考試 就只是專心準備 所以很多種種原因 第一線的公務人員 要平均服務的市民朋友 其實是比例非常的高 所以他們很常面臨到 人民陳情的狀況 如果長官們沒有給予這些 第一線的公務人員 更多的空間 或一些行政處理的原則 其實第一線的公務人員 他們會面臨到很大的壓力 那面臨到這麼大壓力的狀態之下 如果長官又不挺 他就只能選擇離開限職的崗位 專家分析鐵飯碗 近年不再吃香 原因非常多 第一是國營事業興起 福利多 公務員不再是唯一選擇 第二是部分處事公務員工作量多 還得第一線面對民意 第三則是有公務員私下表示 各地方同工不同酬情況多 上署長官挺不挺基層也很關鍵 公務局的這些公務人員呢 他們相對來說都有建築師執照 或者是土木技師執照 那現在民間的營建行業 又非常的缺工 所以他們有更多的選擇機會 那有些人可能覺得到民間的機構呢 這個調薪的幅度還有調薪的時間 可能會比較快 相對來說他們也是第一線 要面對民眾成情的單位 所以有的時候呢 也會承擔比較大的壓力 所以民眾呢 在到公務局處成情的時候 可能要給這些人員 更多的包容心還有耐心 鐵飯碗不再鐵蒸蒸 加班時數 業界優勢 逐漸興起 公務員就業天平 悄悄波動 TVS新聞中東來明 新北市採訪報導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